男人抱着脑袋女孩的脚不断亲着 女孩反抗得越厉害 男人便更加兴奋 甚至对女孩动起了手脚 无法反抗的女孩 因为害怕晕死了过去 男人顿时急了 提起裤子赶紧往外跑 但又担心女孩真的死了 又将女孩拖进了浴室 打开花洒叫醒了女孩 男人名叫混子 几年前她替哥哥顶罪进了监狱 出来后 却没一个人来接她 寒冷的冬天 只有她一个人穿着短袖 瑟瑟发抖的她 却掏出了仅有的积蓄 给母亲买了一件厚毛衣 她很是激动的回到了原来的家 打开门后 却是一个陌生的人 替哥哥顶罪的这几年 从未有人来看望过她 如今出来后 连家里搬家了也未被告知 身无分文的她来到了店里吃饭 吃完后没钱付账的她 借着老板的电话 给家人打去电话 可一连打了十几个都没人接通 店老板一切之下 将混子送去了警局 在警察的帮助下 终于联系到了弟弟 弟弟帮她交了钱后 不情愿地带她回了家 车上混子像小时候那样 和弟弟打闹 却没留意到弟弟越来越黑的脸 此时的混子还以为 弟弟跟他开玩笑 回到家后 混子立马将毛衣给母亲披上 却被一脸不耐烦的大哥 大早赶去洗脚 等混子一走 竟然就开始商量 怎么处理混子 就怕他要赖着他们不堪走 隔天 在大哥的安排下 混子被赶去送外卖 好不容易休息后 混子来到了被大哥撞死的清洁工家里 满怀愧疚的他买了个果篮 却发现清洁工家里 只剩下明显不正常的女孩 混子猜测他正是清洁工那脑瘫的女儿翠花 混子有些疑惑 当年翠花不是还有个哥哥吗 如今为何将翠花独自留在了这里 隔天他又带着一束鲜花 来看了女孩 看独自在家的女孩没有反抗能力 男人起了色心 抱着女孩的脚就是一顿开 接着又从背后抱住女孩 手不安分了起来 最后的翠花并没有报警 因为混子是他这辈子 唯一一个夸他漂亮的男人 即便到了晚上 翠花也忘不了混子夸他时的场景 作为一个脑瘫 这些年哥哥霸占了社区分给脑瘫患者的房子 隔壁邻居也为了寻求刺激 将新男友带进他家 当着他的面亲的 他从未被人正眼相看过 只有混子愿意靠近怪异的他 隔天一早 翠花就用颤抖的手 一遍遍尝试给自己涂上口红 折腾了许久他还是放弃 接着他又伸出手 去够镜子上的电话 接到翠花电话的混子很是惊喜 这是他出狱后 第一个打电话给他的人 等休息后 他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翠花的突然提问让混子 有些羞涩的手足无措 扭捏了许久后 他终于憋出了 自己喜欢单纯善良的翠花 还许诺以后会像将军一样保护他 混子也如他的承诺一样 每天都来照顾着翠花 晚上 混子敏锐地发现 翠花对屋外的树影很是害怕 为了让翠花不再害怕 混子搞怪地施着法 要用神功帮翠花 将他讨厌的树影离开 可爱的混子成功将翠花逗笑 男人亲吻着脑摊女孩的脚 还对他上下棋手 仅仅见过女孩一面 男人就爱上了他 透过张牙舞爪的动作 他看到了女孩那单纯可爱的灵魂 两人在一起后 混子时不时带着翠花去见外面的世界 在地铁上 翠花看着打情骂俏的小情侣 幻想着自己和混子也那般打闹 可现实往往很残酷 混子带着翠花来到饭馆里 老板却因为翠花的脑摊 将他们赶了出去 隔天 混子带着翠花出现了母亲的生日夜 看着明显不正常的翠花 众人的脸色都不好 要混子不要再将翠花带过去了 混子气冲冲地推着翠花出来 一向善良乖巧的翠花 却因为混子的家人闹起了脾气 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的混子也爆发了 将翠花丢在原地就离开了 可又怕翠花遇到危险 没走两步又退了回来 晚上 翠花和混子相拥着安慰对方 却被翠花的哥哥刚好撞见 混子又被抓去了警局 翠花哥哥以强奸罪要挟混子赔偿两千万 翠花焦急万分 说话不利索的他 因为太急切只能发出叫喊 无奈他只能拼命用头撞柜子表达不满 却被警察误以为实在害怕 混子的罪名更加被坐视 不久后 翠花被送回了家 看着墙上的树影 想着被他牵连的混子 翠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 就在这时 刚刚还恐怖至极的树枝疯狂往下掉 翠花似乎想到了什么 她拼尽全力往窗户爬去 果然看见混子在拼命地砍树 就在刚刚 知道自己要再次入狱的混子 想起了翠花害怕的树影 便趁着警察不注意跑了出来 这是她入狱前为深爱的女孩 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看完大树后 混子听话地被警察带走 几天后混子在狱中寄来了信件 看完混子的信后 翠花不再颓奋 她拿起扫把慢慢地打扫起了房间 她十分期待着以后的生活